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 2013年,三平第一幕区,圣诞年花晚会,现在开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女江豪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王秀芳 圣诞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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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是基督徒庆祝主耶稣降生,礼天换庆 你看现在大家生活都过得非常好,再新新来啊,工作又好,断了就有事情 多了幸福,有吃有喝,大家都很快,为什么这么好 营业主持人说的爱,片满前情 哎,人说这个有道理 那我们第一个节目,就是有请我们各位观众,大家一起起列 我们合唱 陆春花老师为我们一起飞 我们也非常有心情来到新新的祝团,来为我们做今天的伴奏 这边去唱四段,其实就是两段,第一、第二变唱四段,第三、第四变唱第二段 Zenie Zenie Empire Zenie 每个冬季 一定会抵抗 只要是他 只要是他 一天不见得不见 我只要是他 只要是他 只要是他 TVs pessimism 您要是他 只要是他 爱惜你先做什么 consistency 自己的爱我是他 你 小组小小 阿弥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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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的小组长是邢小镇 张立凡夫妇 他们小组的成员是以创业和技术移民为主的 大多数是以工科出身的 如果你有兴趣从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信仰 人生 欢迎您到他们的小组去看一看 他们小组的位置就在北区的查德卫尔 每周五的周五晚上7点咱们聚会 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参加 那么我们有请何一小组所带来的今天的节目 施朗颂 她是谁呢? 有请 我们今天的施朗颂是她是谁呢? 她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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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她是谁呢? 她是谁呢? 也行 白链 特别还在马鹏 古老的故事讲也讲 牧羊人 博士 還有天使 感恩的藏歌 唱 都唱不定 狂暗的馬舟 搖晃著白蜘蛛的微光 燭光下馬草米湯 沃躺著新生的天王 聲音的臉帶上 張開了第一絲微笑 微笑的樣子 多麼像 被造出的表情 別看他千柔如意的裝潔 如恥短小 可他要擁抱千萬不愚回家的浪子 別看他細皮白肉的雙肩 如此稚嫩 他可是要堅務千萬信眾的痛苦與悲傷 每一個孩子的出生 都會有一個難以忘懷的故事 可是沒有一個人的誕生 像他那樣貧窮 竟然降生在簡陋的馬上 梅子的零食 都會的身份 他用他的親品 帶給蒙恩者 豐盛的人生 是完全的神 他是誰呢 聯合國的席位上 沒有他國度的兵牌 因為他說 他的國不屬這個世界 他是誰呢 竟然 竟然 將自己無罪的身體 願意被掛在那恥辱的十字架上 他是誰呢 他說 我就是真理 藉著我 迷茫者 可以看見人生的陽光 他說 我就是生命 藉著我 喪失者 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 他說 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 可以看見永生上帝的榮光 他是誰呢 再聽聽那些蒙恩者的見證吧 耶穌 你的名字 天所愛 地所望 耶穌 你的大愛 比天高 比海深 耶穌 我願意打開我心門 歡迎你 求你登上我心靈的寶座 耶穌 我願意張開雙臂迎接你 讓你成為我生命的居所 耶穌 萬眾歌唱 萬王之王 耶穌 萬喜 額愛 萬眾 織 主 我們 我们永远再为你 一分爱从前而来 一伤到一海深 走路透过渡角 却满得见 你会有你 你会有我 担心肺育起来 把心中这一分爱说出来 耶稣的爱激离我 藏在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典任我 心中熊熊太多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你可在从天而白 一伤到一海深 走路透过渡角 却满得见 你会有你 你会有我 担心肺育起来 把心中这一分爱 活出来 以后跟你一起生活 开手这个伊甸园 这就是生活 我什么肉啊 哪都还养得这么狠 这个比较适合 这个比较适合 好 你们以后就开手这个伊甸园 玩的不准是树上没过 好吧 俗话说的好 是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啊 有一天夏娃 除了礼物的遇见了蛇 他那个树上的骨啊 痛痛的可好吃了 你去酒量不吃 神说不要吃啊 神亲哥我跟你说不要吃了吗 那没有 那你去摘去吧 那可好吃了 真的好吃吗 那我去摘一个啊 吃吧 眼睛就变明亮了 你还变得跟神一样聪明 那行那我去摘一个尝一尝 留一个给亚当 那你尝尝这个果 然后吃的老天了 这谁不让你吃的啊 你怎么还吃老天 好啊 你吃我也吃吧 哎呀 这怎么没翻衣服呢 哎呀 突然之间咔咔一声雷响 风云变天了 这俩人只都害怕了 完了堵在树后面了 这时候神的灵在圆中运行 喊着亚当和夏娃的名字 亚当夏娃 你们在吗 夏娃 亚当 哎呀 太死了 我心哪那么大呢你 为啥投资生活 这不怪我呀 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 她也有我吃的 那怎么事 这都是那个死了也有我吃的果的 还干我老后吃的了 哈哈 那你吃你就死了 这么惨的你知道吗 那我都已经死了 既然你们违背了这个天鬼 就得受到惩罚 惩罚蛇以后用肚体走路 终身是泥土 惩罚夏娃有生产之痛 并且与蛇的后代为敌 还要依恋你的丈夫 亚当 你以后就不能吃仙城了 你得多干点活才能换取食物 以后过得比较差 汗流夹背才能够得到食物 好吧 以后你们就不能在伊甸园里了 完了就自谋出路 在临走之时 我缝制了两件皮药 你们带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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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走了 以后有什么过不去的 勾勾开坎啥的 变过大电话 找到就行 我都止了 那咱们走吧 神又派了使者 来看守生命舒散的故事 以防他们再来偷窝 谢谢 那就是还在活着 那个到现在呢 我身体是个什么状况呢 身体现在是有六个大的肿瘤 肝上面呢 有两个四公分的肿瘤 这个肺上面一个 还有一个淋巴 还有一个肚脐眼的尿造的 一共六个大的肿瘤 小的肿瘤 这个整个肚腔里到处都是 所以医院现在是中央的肚脏 中国也好 是大陆也好 这里也好 都宣布我是不能再做手术了 只能靠化疗的维持 所以我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呢 我先后做了47次的化疗 大概是每次化疗以后呢 都是比较难受的也很痛苦 但是呢 靠一种力量呢 支撑着我好像很快就过去 很快就恢复 那么很多人可能看着我 我刚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有个弟兄就说 看你不像个病人 看这个状况身体很好 外面看不出来你是不是 也有些人问我 你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度过的 我可以给大家说 我那只有一个命远 就是个二十个字的命远 就是什么呢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翻誓谢恩 把一切交给主 这就是我这几年 靠的一种命远 当我把一切交给主以后呢 我没负担了 什么时候也不管了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所以我现在活着呢 可以给大家讲 很喜乐 有的时候呢 还很潇洒 那么我给大家讲 我这四年中间呢 大概基本上是靠 基本上做到了三点 哪三点呢 第一个就是有癌症不要紧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这个可能是很多 德国这种病 或者家属有这种病的人 他们都有这么一种同感 但是今天我可以给大家说 好的心态不太容易 做到 说起来很容易 真的做到才容易 但是因为我把一些交给了主 我很轻松 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 所以我就比较容易做到 所以认识我的人 从我得病到现在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就认为我 好像不像一个病人 好像总觉得我怎么就这么奇怪 在中国的医院 大概中国的上海的 北京的 甘肃的 四川的那些组的医院 我都去看病 他们就认为我这个病人 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可治 那么现在哈盛顿给我这个治疗 也就是说最后的一招了 所以我现在这个体内 大家知道 我在这样的情况下 化疗在维持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 当然我自己说的 这个好的心态 我觉得来自于什么 因为我现在有了这种支撑和力量 所以我这几年 我觉得我生活的很充实 对吧 也很喜乐 第二点呢 就是要让自己的生活中间 多一点喜乐和爱 我的生活中间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的家里经常是生病以后 经常很多人来看 在我们北区 大概有将近200户 几乎这些华人弟兄 都到过我家 大家晚上经常到我去聊聊天 飞翔飞翔 说一说 给我带了很多喜乐和温暖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 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经常来关心我 看病有人去陪着我 做一些很多事情 都有人来帮助我 特别是对我最大的 最震撼的 最有影响力的 就是为我祷告 这个 我们教会的牧师 一家的牧师和师母 在我生命以后呢 基本是两个星期 到我家里去一次 对我做一个祷告 每天一夜里 我有惊喜画出你 你的恩兵 不真心 让我真实见到你 在我一个身体 我愿迎徒赞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颂养的 这一生最美的助 Pan 这一生最美的助寸 在我爱上的思vid 也不自为 salvation 这一生最美的助寸 这一生最美的助寸 就幸远世下主耶稣 這個 disorder 又在沼山深谷 祂为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 阿弥陀佛 是的 耶稣是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的拯救者 又是我们人生的导师和牧者 当我们听走祂的时候 我们行走的角度就不至于蹒跚 道路也不至于狭窄 当我们信号祂的时候 我们奔跑就不至疲倦 行走满有力量 因为我们走走的路 祂已经为我们走过直至永生 祂是我们生命的宝藏 人生的标杆 是我们一生恶你的祝福 任何可言 我爱你 你的天柔 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在梦 我应付他给你 我永远 我应付他给你 你为头 说今生从养养你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量是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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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量是主耶稣 主耶稣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是认识主耶稣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是信靠主耶稣 不像我们刚才从 江湖前大哥的身上 已经看见福气 真的在他的身上 你看得见他是个病人吗 你看不到 对吧 他真的生命里头 有一种非常深的盼望 这个盼望从哪里来 这个盼望从哪里来 为什么在圣诞节期间 要普天同庆 为什么在圣诞节期间 真是我们所谓的弟兄姐妹 要非常深的来荒复 因为耶稣的诞生 不仅把人类的历史 分成公元前 公元后 而且耶稣的诞生 最根深帝国的 真正解决了人类里头 最深的一个绝望 人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刚才从 比撒列的这个故事里头 那个故事里头 其实跟圣经是有一点差别 大家如果有机会 好好去读一下圣经 看那个差别在哪里 那个差别在哪里 圣经里头一开始 造了这个亚当 造了夏娃 神的确给他们 有一个命令 说圆中各样的果汁 都可以吃 唯独一棵树上的果汁不能吃 不是所谓的树 那棵树就是 芝丝上的果汁不能吃 那个也不是他们吃的苹果 不是这个吃的苹果 那棵树代表的是 对神的话语的顺从 我们心情非常的激动 那当然了 可能有认识我们的 也有说不认识的 我们哥俩呀 是来自新曲社的两位演员 之前在汉密尔顿有过演出 可能大伙也看过 首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您说说 我叫任谦 任就是任无的任 张谦初始细语的那个谦 谦字不太好写啊 但是我希望您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任谦 任谦就是我 我叫任谦 特别的好记啊 大伙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 我叫任谦 任是任无的任 张是张谦的谦 您要记住我的名字 你平不平的你 该我了 你 再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个搭档 大伙都熟悉 他叫梁 我叫什么 梁 梁了 梁了 说的就是你们 读慢点 李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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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他 是我 咱们教会的弟兄啊 那大伙都熟悉 人缘特别的好 还凑 还乐于助人 也没有 大家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哥俩在这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您看相声表演的四门的基本功课 哪一四门啊 说 学 逗 唱 您再讲一讲 今天跟大伙儿啊聊聊这个学 哎 这学学什么呀 相声表演啊 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的笨的 这都有 这都学不了 他都学不了你说的干嘛呀 你说这个都是夸张 相声表演啊 顶多学个大姑娘老太 来学个小孩子 这些能学 尤其啊 学这个聋哑人呢 学起来特别有特点 哦 是啊 给您表演一个怎么样 想看吗各位 想 别看各位鼓掌了 咱们就来一个这个学聋哑人 但是学之前呢 我先给各位做个罗圈衣 再给您聚上 什么意思 怎么说呢 您看我们学归学啊 这只是舞台上的一种表现 但是我们不能去瞧不起人家 没这个意思 人家是需要关爱的人群 是 话说完了 咱们就来这段学聋哑人 咱们先学一个这个 笼子打岔了怎么样 行的 那谁来这笼子 你来这笼子 我来这笼子 我来这笼子没关系啊 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必须是你二大 我是你四爷爷 怎么说话呢 你听清楚了 你邻居啊 另这么一二大 跟你爸爸关系好 比你爸爸岁数大 按照辈分 你叫他一句二大 我这街坊 说有这么一个老大爷 耳朵是一阵好 一阵坏 是 这会儿耳朵好了 凭什么都真行 这会儿耳朵不灵了 什么事他都糊涂 时好时坏 咱来这段怎么样 行的 那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二大爷 我是你二大爷 把车说一遍得呢 我是你二 行行行 学不学 开始 这老婆岁数不小了 这人哪 一上岁数 腿脚不灵了 得出去过过福 出来溜溜弯 这还要唱一段 抱一抱 那个抱一抱啊 抱着我 你妹妹是上花 这不是什么正经老头 老了 抱不动喽 年轻时候什么样 还是过过福啊 接着溜吧 过过福 哎 哇 哎 哎哎哎哎 撞上了 看着点 我说着 人都哪去了 谁把狗料这儿 不怕丢了我 得好好看看 是人事搞 嗨 狗 您是龙是瞎 再看看 老了 眼不给识问 好好看 来嚼嚼 哈 你小子呀 看出来了 大黄吗 人家还是狗鸣啊 有日子没见你喽 是啊 最近胖了 吃的好啊 喂的足形吧 那是 您刚狗 小子 我看着你了 你进去 后来 我看着你了 你 你 我看着你了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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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